似乎还未曾留意,转瞬,已是第七个节气,天气,忽阴忽情,温度,忽高忽低,春雨下,来来回回,闪闪,又坚持,此时此刻,天空是蓝的,阳光是暖的,万物繁盛都是有规则的,相信自己,也可以成长为自己喜欢的样子,周末两天,不长,也不短,总是这样的随意, 总是这般的随心,用最舒服的状态度过每一天,人活着挺累,也挺苦的,即使时光岁月,生活都不复了我,我依旧不复此生,风门红尘,地眉行走,只是外城市活着的主题,人生如水,心静花开,黄昏,在镇幕的窗前,只一滴露,写一行字,看着阳台上的绿罗,漠然不语,日是光安静的对坐, 回忆月岁月的轮回,就这样,一颗心,去买着墨色,列着一层风景,就像列着一段韵日唯美的诗文,怎么写,也写不禁落在他眼里的情深,荒音细碎,思念细碎,文字细碎,于是一些数语不说,便在念念不忘间欲言又止, 或许深情不过如此,每分每秒,不仅,无漫,都在时间的无涯里,静静百度,不言不语,并没处,是你灿烂的微笑,以及眸子中的彩色,念情,如露珠倾吻着花朵,暖暖,人生如水,心静花开,微风拂过脸颊, 一语心香随风吸入呼吸,甜而不腻,是好时光的味道,只愿活着的岁月,有情可想,有情可念,有情可暖,如此,就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